衣服换好了,手机也放进包包里了,接下来就是要跟丽北爵说他要出去的事。 他要怎么跟那个人说他要出去呢?如果找不到好的理由,他很可能就不会放人。 吃恩恩有点忐忑,在心里打着草稿思索着待会儿要怎么说。 他一边想,一边往外面走。还没等他走到客厅,霍一已经看到他了,惊讶地问, 吃小姐,您有出门吗?客厅除了他,自己,丽北爵,还有几个庸人之外,没有别人了。 而且,除了丽北爵视频会议的声音,其他人都下意识地保持着安静。 霍一突然这么一问,豁然就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吸引到他的这一边来,包括带着蓝牙耳麦正在开会的男人。 那一道犀利的目光,让人想忽略都难。 吃恩恩扯动嘴角,挤出一个笑来,含糊地说, 啊,对啊,我朋友约我出去,所以我要出去一趟。 他的话音刚落,丽北爵的声音如气而至。 什么朋友? 一个,你不认识的朋友,就是我在京市认识的一个朋友,秦楠,你不认识? 吃恩恩镇定了一些,睁着眼睛撒谎。 他到这里来度蜜月,给我打电话,约我去喝茶。 我都好久没有见过他了,好不容易有机会,我就答应他了。 男姐最近的确举办婚礼了,但是市区的琉球岛度的蜜月,没有来这里。 他不该撒谎。 但是,他已经答应了老管家不告诉丽北爵,老爷子来临市了,肯定就不能说,就只能是撒谎了。 丽北爵眯起了眼睛,像是在审视他话里的可信度。 我一在这个时候插话进来。 是池小姐在电台工作的那一位朋友吗? 他来这里了。 我记得,那个时候池小姐和她的关系很好,经常在一起玩。 吃恩恩在丽北爵伶俐的审视目光中都快扛不住了。 霍毅这个时候说这些,对于他来说,无疑是救命稻草。 他马上道,嗯,就是他,他和他老公一起来的。 以前男姐很照顾我,自从我离开京市之后,他工作也忙,我们一直都没有机会见面。 这一次好不容易有机会了,我没有办法拒绝他。 他的目光望向了沙发上的男人,用期待的目光看着他,商量着。 所以,丽总,我想出去和朋友喝个水。 可以吗? 沙发上的男人关掉了蓝牙耳麦,瞇了一下阴谋,突然道,我要喝蜂蜜水。 吃恩恩很上道,马上道,我去帮你泡。 说着,动作迅速地走到了饮水机旁边,找了一个玻璃杯, 接了一半热水一半冷水混在一起,再拿出蜂蜜倒了进去, 搅拌了一下就端了过来,放在了茶几上。 好了,喝吧。 丽北觉没喝,只是看了他一眼,看不出喜怒地说道。 你不是要出去吗?出去吧。 你同意了? 我又没有非要你留在这里陪我。 这个口气,怎么听怎么不语。 老爷子还在等着他,吃恩恩只能是假装没有听出来, 眨巴了一下眼睛,立刻道, 那我出去了,我会快点回来的。 说完,他就像是生怕某人反悔一样,小跑着不见了。 他走之后,客厅里一阵冷凝,谁都能够感觉到空气里的低气压。 霍义在心里郁闷,吃小姐怎么就真的走掉了? 都看不出,绝业内心其实并不是那么乐意吗? 一面低着头,尽量地降低自己的存在感,免得迁怒到他的身上。 但是他再躲都没有用,沙发上静坐的男人还是叫了他的名字。 霍义 是,绝业 缩着脖子降低自己存在感的人,不得不硬着头皮上前,恭恭敬敬地询问。 绝业,您有什么吩咐吗? 马上跟着那个女人。 呃,英俊的男人眸子深不见底,眼底深处仿佛是藏着风暴似的山羽欲来。 我让你找人跟着他。 跟着蚩小姐吗? 霍义忍不住地多嘴了一句。 蚩小姐已经说他去见朋友了。 绝业,您确定要让人跟着蚩小姐? 万一被蚩小姐发现的话,可能会跟您生气啊。 他在说谎。 历北决阴谋狠狠地扫过旁边的玻璃杯,面无表情的命令。 跟着他,这是命令。 霍义不敢再多问了,低下头道。 是,绝业。 说着就出去了。 他出去之后,沙发上坐着的男人并没有因此而心情好一点。 反倒像是更烦躁了似的,忽然站起身,举下了耳朵上的耳脉,砰地一下子摔在了墙上。 蓝牙耳脉撞在了墙上,顿时摔得四分五裂。 碎片弹落在地上,滚到了垃圾桶旁边。 他胸口激烈地起伏,像是极力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,好像只有这样他才能够稍微地冷静下来一点。 那个女人在说谎。 上一次他帮她泡蜂蜜水的时候,是把开水弄凉了之后才放的蜂蜜。 而不是像刚才似的,直接敷衍地用热水和冷水混在一起,随便地跑出来。 而且,他在霍一问他话的时候明显地松了一口气,像是如是重负一样的,立刻迎合了霍一的话,更能够说明他在说谎。 他如果真的像他说的一样只是去见朋友,绝对不会表现得这么的紧张,而且那么在意他同不同意他出去。 他那么在意,只能是说明他是要去见一个必须要见的人。 什么人他一定要见,还不能跟他说实话? 丽北角狠狠地眯起了眼睛,俊脸冰寒一片。 但愿他不要让他失望,不然的话。 他双手紧握成拳头,压住胸口涌起得烦闷。 他从来不知道在乎一个人会是这么难受,这么地让人烦得想要掏枪崩了他。 早知道在乎一个人会这么难受,当时在热气球上,他就不应该答应这个女人试着喜欢他。 另一边,痴恩恩压根不知道他的谎话已经被丽北角看穿了。 他让度假村的经理帮他安排了一辆出租车之后,上了车。 黄冠假日酒店? 好的。 出租车司机踩下了油门,往市中心开去。 度假村在海边,黄冠假日酒店在市中心,两个酒店的距离还是有一点远。 出租车开了二十多分钟才到了酒店。 酒店门口,老管家已经等在了外面接他了。 不知道等了多久,痴恩恩一下车就看到了他。 点准备到原